有很多網友說昨天看了 最奇怪的是我看到最後那段 沒有看得那麼細的 竟然Dirimari都跟他握手 不知道做什麼事 這一段真的充滿了很多講 第一 男主角是暴躁男 OK 港男 第二 那個一直都沒有出聲 不停勸他走 彌花帶雨的應該都沒有辦法 不是應該因為他都說他了 他是大陸女人 這個應該是女兒 話說 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裏 入境處就是這樣 搞證件 應該由一開始就是 可能女兒扭機 在地上扭機 他就罵老婆不懂教 從那裡開始 接著有些旁人來勸交 他就連那些旁人 那些叫遷怒於他人 其實你覺得很難看 我就不要怪的 但是我看完這段 我不是想引證什麼 或者那個女人都很差的 平時令到她很著 但是我們真的要分析 其實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我歷年來講 見過這麼多 即是吵架 自己也有跟老婆說兩句 頂兩句 無論是中廣又好 說說婚禁 我老婆是這麼冷靜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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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是其中一件事 你這麼難得理教 又是一件事 又或者甚至乎 我不想出醜欲書 吐了個女兒走了 有你自己在那裡 都是一件事 但是好像是這樣 這麼溫順地 是很少的 我真的很少見到這樣 其實一個人肯 如果兩夫妻 我不管你老夫少妻 另外一個沒有去 他什麼原因都好 可能想教來香港要忍 什麼都好 去不去火上加油 其實就很難 繼續去吵下去 但是這裏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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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出來 你講得出來這句說話 有些人就已經 當他是手足 這個就不需要理會他 是不是手足 老實說 你幾十歲 你不要看他 你背後沒有套衫 雖然前面沒有頭髮 後面都有頭長髮 都想歷玩青春 這個手足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上來買一瓶金合寬 說微生態洗流水 幫幫你 你這樣都有到老態 你不要以為沒有肚腩 你自己選一個女人 幾十歲 這條樓 我告訴你 隨時是七條 不是六十 那我很喜歡 大八 那好 現在不同 喂 你如果告訴我 他是五十五十六 我真的不相信 他比我還小 喂 隨時 七條 振住七條 你有什麼問題 你現在說 現在不是說 弟弟說他不懂教 喂 我只是這個 這個場景 這個時候 兩三歲 這樣怎麼教 要生教很重要 吵架什麼老爸 這樣在街上 吵架我 吵架我 吵架老母 不知什麼事 就算你吵了頭一兩句 老母沒有跟你博 就要收了 立即要收了 回去慢慢講 慢慢教 還有 回到去 你譬如這個女人這樣聽 你說得似乎 你跟女兒說 喂 我不可以這樣 接著要跟女兒說 因為你幾十歲 你應該有耐性 嗯 但小孩子最重要耐性 喂 女兒 你剛才知不知道爹地要罵你 罵媽媽嗎 但爹地在公眾地方罵媽媽 對不起 即是公眾地方 這麼大聲 但你真是呆呆 在街上吵架這樣 不行 但不喜歡 你要慢慢教 你沒有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小孩子不是說一兩次就懂 不是 有些真的一兩次都懂 但你真是很認真去講 除非 即是可能他覺得 我叫老婆教女兒 已經很多次都 都是這樣 即是或者他都 我確定是 但你身為老爸 你都有責任要去教 不是 只是老婆 你老婆不理的 那怎麼辦 你就要教 你有什麼辦法 你選的 老婆 你也要教老婆 是啊 不是你選回來的 你幹什麼 好 接著有些人 香港 你看到 怎樣都不同 在這樣的情況 都沒有手腳 其實有很多人 例如 你見到 他在等待著 你看著 你說他八卦 其實 我覺得他未必是八卦 在這裡看著 情勢 如果有什麼時候 就可能要出手 甚至乎 來勸交的 都是講 你們最不喜歡的是國語人 幫我打掃 你打掃 幫我打掃 回去鬼主 慢慢 這些很合理正常 現在還是有些不同 如果在大陸 我不知道 真的可能會不會有人理 你靜點 在吉林 你會統幾刀 那有傻佬 那麼多人 都沒有人 你說那有刀 如果 我真的覺得難看到 不得之了 如果只是用這條片來分析,這個女人是溫柔的,就是可能因為她溫柔,吃得住,或者經濟上,或者各方面,她就這樣喝一瓶,這些是失敗者之中的失敗者,老實說,幾十歲,七老八十,走去娶個大陸妹,都不要緊了,一個月奶,一個月奶,還要生,都不要緊了,有人跟你生, 你媽媽好好地照顧她們,老實說,你老婆也做了你的女兒,做了你的孫子,看她的樣子,她的樣子是一般的,大家一對手長的美腿,都看到有,是吧? 她幾對,還有很多網民一樣,我照著她一向,第一時間就看到她的腳都挺漂亮的,但是她的樣子是不漂亮的,她的樣子,都不漂亮的,即是披薩那樣的臉,但是,你老實說,她人生經驗又不夠你多,火氣是人都會有,你去到這些年紀, 喂,是否應該冷靜一點,尤其是都沒有駁嘴,你說駁嘴的,或者有些年紀兩公寶 如果給你,你真的有時忍不住,她的火箭,爆了她幾句,如果旁邊的人勸你的時候,你會怎樣呢? 你會繼續罵下去,還是怎樣呢? 其實不會的,真的不會的,我不會的,這些位置,不會的,因為就算我好爆,老實說,我的火爆力更加速高很多,但是如果有小孩,老人家,我一定引導的,即是我不想在那裏令到小孩難堪,我告訴你,不是我的小孩, 那裏令到小孩,就算我跟別人吵,譬如那時候跟男子吵,如果那些小孩在那裏,那些小孩,我都盡量不肯,即是,你這樣怎樣呢? 太狠虛了,嚇到小孩了,那當然,如果這個小孩好像當年,梁振英去元朗,那小孩擲東西,那些十歲八歲的那些,我當然不用吃著,如果不是,譬如我尿你,譬如我尿你,我沒有搭一下,喂,抱著個孫子,我也不會,喂,你真的做事,就這樣說,喂,寶寶,好可愛哦,你真是刺足你的死鬼, 一看你就知道短命相 知不知什麽叫短命啊? short life 你不會的 你不會的 其實我都沒有這些 我簡直是不會的 如果我在家裡跟別人吵 沒有臭小孩 現在就不會了 我講過 有人勸交 遷路他人就常有了 無論關你事 你老母臭氣 不過都少 通常遷路小孩 因為你 譬如我被老婆罵 你為什麽要遷路人呢? 為什麽她老婆 我不行就行 我才要遷路人 不然我就不用了 但你又這樣說 那幾條馬路在吵 那不會人理你 我去看電影 你真是 因為你剛才有小妹妹在那 是吧? 我都不明白 或者這個伯伯 他自己回去看會後悔 但是那一剎那 他幾十歲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你可不可以幾十歲 難得 你不要你為錢 為什麽都好 一定是為錢的 有個年輕女 跟你跟你生女 就好好的這樣對人 照顧人 現在誰開心 那些看死你們 老牛吃亂草 或者你拋棄了 早看知妻 你以前的小孩 就笑死人 好 好 我們接著看這個 這個就不算騙的 按道理來說就沒什麽好說 就話說有個網民 在尖沙咀西九 一家著名的食美店 你知不知道哪家 我真的不知道 著名的都 吃了個雞腿鵝鵝飯 他說崩潰真的搞不定 二百二十元 應該呢 那 過去太興剛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年前 突然太興吃個鵝鵝鵝飯 或者吃個雞腿鵝飯 可能八九十元 那些人跟我說 我簡直是unbelieveable 為什麽呢 因為在我心目中 燒尾飯還是兩三堆東西 一講那個時候 大衛火車站 對面 然後 蛤鵝鵝飯 一百一十幾元 那時候我都嫌很貴 是啊 不是啊 十幾年前 是啊 那時候很震撼 為什麽會有這麽貴 好了 那 其實我看到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麽 我又去到那些燒蠟店 吃雞鵝鵝鵝鵝飯 都可能一口水不用 到這次都 是什麽時候才開始 是什麽呢 太軒那些 即是那些鵝鵝 就要收幣 它這麽多 有鵝鵝不特別好吃嗎 我覺得 好了 那麽它明馬實價呢 就不能夠說貴的 即是不能夠說鵝 你可以不吃的 是啊 那麽好了 問題呢 就現在呢 這個出proach呢 就說 喂 唉 這些雞鵝鵝鵝鵝都比一般的 迷你和薄 懷疑鵝鵝被削了肉 其實呢 那麽這樣說 那麽 專誠削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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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其實功夫很多 削鵝鵝鵝 還要如何想到 是 好了 跟著呢 雞腿鵝 偷走兩兩肉 那麽厲害 老實講 各位網友 我真的 因為那個鵝腿 連肉是一隻這樣吃錢 你把那些鵝肉出來做什麼 做什麼 炒西芹 我不覺得可以 但你說220元 老實說我真的不會買 我過不了自己的關 真的過不了自己的關 雞腿就不是什麼 八多元就絕對不出奇 八球就是重要 雞腿不是什麼 現在都去到百尾了 我經常吃 例如拿雞飯吃瘦的 他給我都沒有加過錢 所以雞腿就不會有多貴 是我餓給的 年輕人的時候餓給 我不想吃 想到很想普通的東西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現在又這麼貴 但是我們先看看照片 西九福鐵站 我不想到去哪裏 福鐵站不會去 貴一點 我都說220元 我見到我就不會吃 貴一點 你給大陸吃的嘛 我怎麼去買 根本 你吃不吃得我當然吃得起 真的給大陸吃的 但是我真的 我吃不去買 吃不下 大陸人買上高鐵車 還不是普通大陸人 還要是那些 你怎麼去買 0.0001的那些 香港一定吃客的小鵝 即是那2-3% 控制了89%的那些人來的 但隨時香港的雪藏 他是我餓的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而且在這裏 不是在現場燒的嘛 西國站 是吧 去下面看看 反而我想說這裏 如果收人220元 你給我呢 就怎麼都會做得起理一點的 即是等待你 有我感覺的嘛 但是做生意很容易的 慢慢慢慢 忘記了自己收人220元 這個所謂的 出口的人就崩潰在這裏了 好 再看 他說那些肉這樣削 削就不是削它 是本身的鵝削 你怎麼偷那些肉呢 你問 是不是 你以為你在皮下面 偷那些肉出來 這麼厲害 是隻鵝本身是瘦 是削 就算是偷很少而已 偷很少而已 偷很少而已 好 再呢 雞日是削一些的 真是很少肉 所以他會生涼它 但是網友都說 喂 你沒有辦法的 明馬實價 又是有雞腿又是鵝給 你就下次不要幫助 而且 你想看那些地方 可能有120元就值租了 20元就值錢工 燈油火納十元 你兩尾蝦是很便宜的 就是說如果120元 我真的吃不下去 喂 有沒有人吃 我不知道 如果你們寫得吃 我真的不寫吃 200元我真的去餐廳据個扒 好了 另外剛才說的 魚米加魚湯米線大王 最後一間分店 天鋒時間呢 2000年創立的 我很少吃的 因為我覺得不太好吃 你問我 但是我也有吃過的 我有吃過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我是在大圍吃的 因為米魚湯有時候有湯飯的 好了 好了 最高峰時間有十幾間全港的 現在就只有大國聚分店 分店近日貼出告示和街坊告別 遭藥期滿 最後營業時間就是今個月23日 只有幾天而已 OK 老實說 有些人說 他這麼難吃 現在早就收拾 你不要理他 難吃都早了二十幾年 現在這個不是難吃 我跟大家說 以我的理解 認知的方向 不是因為市面去判斷 是因為我認識一些人 跟我這樣說的環境 陸續有來大嵐把 這個一定是影響失業率的 我真的不知道 香港往何處去 好了 那些樓價敢跌法 幸好今天見到 看一看一看 見到華茂和何文田的新盤 減了一格 新盤剛剛出 一房 四百多五百萬 即二百多三百尺 二百多尺 他那時候計 那時候何文田那些地方 那個投地 其實這幫發展商 要輸就真是活該 活該 你怎可能覺得 拿一百五百萬的人出來 竟然會買一百幾二百尺的樓 而事實上那時候 真的有很多 拿一百五百萬出來 買一百幾二百尺的樓 大陸的人 我真的沒有辦法 在香港我認識 有些人都真的拿幾百萬出來 買一二百尺的所謂納米樓 玩開放式的那些 我真的完全不同情 國安商品渴住 哪有可能 我稍為不要說大跌 你為我拿得起四五百萬的人 都不是叫做 說供得起 都不是叫做窮困的人 你怎麼住到這樣 你怎麼做黑衣好 像這家新聞 泰國 泰國政府有法例 都是對付黑衣好 全世界政府都有 但是 如果他們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何況你這些 一般來說 行黑都是罰錢 坐兩天監 他坐這樣更開心 免費吃 不是 這班真是黑衣 不是開心 為甚麼 有外國去的 有本地的外國 大家猜都是甚麼國家 原來 一般來說 他們一個月 是可以賺到十萬株 即是大約是兩萬多元 你多過很多香港人 那你在泰國 只是 大人一望 那我就真是屌你了 他說有些 因為已經罰了幾次 就以前管監 但是最高的罰刑費 一個月而已 他坐完一個月出來 由他去做黑衣 又不是一定可以抓到他 是吧 你去到這樣的時候 所以 原來泰國 每年都會抓七千個黑衣 已經抓到這樣每年 而當中 竟然有三成以上 是外國人 即是他們的外國 或者我們就不是外國 你老妹也是 老老實實 這樣的環境 他做黑衣 找十萬株老 都舒服 很安慕 喂 你老妹 所以現在就沒有辦法了 現在政府呢 唯有作歌 出鋪毛 以及呼籲大家 不要給錢黑衣 但是難的 因為泰國是佛教國家 他們有那種呢 雖然這些不是和尚 有那種 即是 報師 即是幫助人 那種基督精神 雖然是佛教徒 這些是專才來的 是 你大人不想大鑊 好 好 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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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